都沒有問題 反正主要是以解決問題 當然為主啦 只是說我們為了這個方便 人家看起來比較舒服 比較能夠執行按下比較有那種感覺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今天希望在這邊加一條雙線 加一條雙線 那我應該怎麼變 其實就加兩行程式就好 第一行程式就是畫這一條線 第二行就畫這一條線 那畫的方法其實也差不多 怎麼畫呢首先第一個 我們一樣要增加一個sub 我習慣是 如果做一個我可以把這個拿來複製 複製的話就是把它改成叫 紅色的雙線好了 名稱這個可以自己取 加一個紅色的雙線 然後這邊的話 名稱記得那個sub裡面 記得不能有一樣的名稱 OK這個名稱不能一樣 如果一樣會發生錯誤 我好像跳出那個錯誤訊息 那接下來的話 第一個我們原則上 第一行 一樣是畫 這個實線 第二個就先畫這一條線好了 可是這一條線呢 我要怎麼去 表達 OK 讓那個 Excel知道我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接下來就是這一條線的序 其實這一條線的序述 就等同我們剛剛做那個選取的 選取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選哪個範圍 選Range的 A2到H2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這個來參考 Range的A2 到H2 這個範圍要做什麼 先幫我加框線 加框線的話就Bolders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加框線的話呢 他理論上是 這是 這邊 這邊所有的線通通有沒有 都變成雙線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只要上面那一條線的話 特別特別注意喔 有一個地方要注意喔 就是Bolders後面 你可以加個刮鬍 那這個刮鬍 你不要你前刮鬍 他會 讓你用選的 他問你說 請問一下喔 你要哪一條線 啊實際上喔 那個框線裡面有 這條線 上面下面 左邊 右邊 中間 還有斜線 有沒有一堆線 那我們只要針對哪一條線呢 上面那一條 所以上面那一條應該選哪一個 拆的應該可以拆出來吧 就是這個範圍的Tub Tub就上面嘛 OK 所以你就選什麼 EdgeTub這個有沒有 Tub 那底下是Button啦 Labs 還有對角線的等等的 有沒有 還有水平線 一堆 不過我們只要Tub這條線 然後後刮鬍一下 所以等於就是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 Excel 這個EdgeTub這個盡量 我是建議喔 你不要自己打 最好的方式啊 你加個刮鬍喔 它會跳出來 這樣子 你用選的 程式比較不容易出錯 後刮鬍加一下 點下去一樣會有個什麼 它的什麼 欸接下來就是 它的 不是顏色 它的樣式 特別注意喔 所以特別注意 預設是 一條線嘛 如果說你要變更它的樣式的話 請記得喔 就是 在這邊有個叫Lifestyle Lifestyle等於什麼呢 雙線的話 那後面的話 其實就是ExcelDouble啦 所以其實還蠻好記的ExcelDouble 雙線嘛 OK 就 那 當然我 都打小寫 不過移開喔 如果那個Double的D 也有變大寫 表示你這個字 沒有打錯 那 可能會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你怎麼知道 這個雙線是ExcelDouble 那如果我要虛線呢 我要其他線怎麼辦 有沒有發現啊這個Lifestyle 實際上就等 等於就是啊 這邊有個其他 框線裡面的 這個 樣式 OK 所以這裡面的話呢 這個叫ExcelDouble 那這邊還有很多其他的線 欸那我想要知道它的名稱要叫什麼的話 該怎麼做 其實有一個簡單的方式 提供給各位 因為很多程式並不用背 但是你 可能要注意一件事 如果你Lifestyle不知道的話 在VBA裡面有一個 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跳出什麼 它裡面的說明 說明的電子檔 也就是有點像 跳出說明書讓我知道 因為有很多東西 不需要背啦 但是你一定要記得Lifestyle上面按F1 F1 這個按鍵非常重要 很多東西呢 不用背 也不用記 它會自己跳出說明來 記得喔 F1 那裡面的話就有官方的一個 類似VBA的 這個怎麼電子 這個一個字典 那裡面的話 他會跳 他問你說 到底哪一個 不知道兩個好像長一樣 哪一個 你就隨便選一個 Lifestyle 這一個 第一個 然後他會跳出來說 這Lifestyle 其實就是設定樣式 可以是這些 而且底下會有一些範例 讓你知道 這邊會有個超連結 他這邊有個SLLifestyle 你就點進去 他會告訴你說 如果你要是 雙線的話呢 就是這個 有沒有 那如果你要點 點線 其實這些 就等於是 有沒有 等於哪一個呢 等於你常用裡面的 這裡面的其他 線條裡面的 這些 OK 有沒有 這邊Lifestyle 所有的東西 其實就是 這些 指的就是 這個表裡面 OK 它有個對應關係 所以以後的話你要查 不過他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他描述 他不能用中文的 只能夠用英文的 所以你只要看懂 你要哪一個 反正把那個 後面 放一個什麼 XL double 比如雙線的話 那就OK 所以待會 如果有時間的話 你們也可以自己試試看 比如你要把它改成 虛線 你要改成什麼 改成其他的 這些線的話 怎麼做 OK 雙線 然後 連續線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來試一下 OK X double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 層次 等於是已經 寫了這一條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不過呢 現在只有上面這條線 執行看看 有沒有發現這條線 有了 那再來還有什麼 姓名的右邊這條線 我也要把它改說 怎麼改呢 其實非常簡單 這個地方 可以 乾脆參考複製貼過來改好了 一樣嘛 就是 Range先過來 跟他講 範圍在哪裡呢 範圍是 A1 到那個什麼呢 A 應該是A7 這個範圍 OK 所以這邊的話 就改A1到A7 的 右邊那條線 所以 Borders 的 右邊 前括弧一下 右邊的話 右邊就 right A就right 然後呢 點什麼呢 點lifestyle 所以其實 後面都一樣 等於 這個x double 那把這個 複製過來 這樣就OK了 好 這樣的話 執行一下 這條又有了 OK 所以應該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清除的話有沒有差別 其實清除的話 反正他不管 通通一樣清除 lifestyle 等於沒有 那